浩资30亿元位于将军澳工业村 港交所核下的新数据中心开幕 中心楼高五层 整合港交所旗下所有市场和结算所系统的资料 可以提升信息流通的效率 被问到期货夜市会不会如期推动 主席周崇江就说 大多数证券行都支持 认为市场有设立的需要 因为夜市我们开不开放都有存在的了 他们要是在香港存在 要是在各地其他地方存在 因此我听到一个文章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夜晚怎么样 睡不着觉的话 你就想想没有夜市的时候 期货时长的波动 你怎么去控制 因此对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 或者对全部的投资者来说 这个是对他们有更好的功能 至于新数据中心落成 会不会助长高频交易 周崇江说高频交易是世界趋势 交易所提高基础建设投资 有助提升交易质素 行政总裁李小嘉就说 建立数据中心并非为了高频交易 如果日后有违规 会再想办法规管 香港欢频电视机 就在黄家林报导 再次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